上一次胡椒家族 是不是只有兩個人 三胡椒跟共布胡椒 整個離家出走 現在 訪疫期間 都回家了 好不好 好家在 我在家 胡椒家族團圓 嗨啦 我是Rex Panichel的香蕉道士 歡迎回到我們香蕉QA第59集 香蕉QA 你Q我來AA 那我們這一集要講什麼呢 講胡椒家族 為什麼 因為最近 防疫期間嘛 我們想要拍一些 新的企劃 新的影片 你看 上一集那個開箱 你們都說要看 拍了之後 你們都不看 所以你們這些年輕人 真沒辦法跟你們講道理 我不快氣死了 這不是重點 防疫期間 我們現在不能出門嘛 對不對 在家的你們 如果想要動手 玩一些香料 之前介紹的 香料都太冷門了 我們介紹一個 你在家 一定會有的香料 就是我們的 胡椒家族 你們覺得 誒 那這些胡椒家族不是講過了 誒 是講過沒錯 但是那時候 瑞搞瑞不好 漏掉了不少東西 然後這集我們就剛好 我們把它整理一下 優化一下 補充一下 變成一個完整的家族 變成一個完整的家族 好啦 影片開始前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最新的影片喔 每週二晚上7點 我只至上邊 如果你對香料有相關的話題 有興趣的話 千萬記得要按 然後拜託 上一集的開箱可不可以看一下 讓我們心同事 欣欣受挫 那怎麼吃東西啊 我們上次胡椒家族 提到六個胡椒家族的成員 但其實 兩個沒回家 現在都一起回來了 好不好 一共是八個 分別是哪八個呢 黑白胡椒 這兩個大家都很熟悉 不用講 紅綠胡椒 如果使用過我們 味女的四色胡椒香料的 也不用提 算熟悉 我個人最愛的 亞馬加胡椒 第五種 第六種呢 麻辣鍋的秘方 長胡椒 六種叫 碧波 碧拔 第七種 台灣的原生香料 馬告山胡椒 第八種 柬埔寨的 貢布胡椒 貴得要死的胡椒 好 那我們先從我們 最常見的黑白胡椒 先來給它 擊破 好不好 黑胡椒 白胡椒 大家都很常用 我們先了解一下 胡椒原本長什麼樣子 你會以為它是 整顆的胡椒樹 但其實不是 胡椒它是 攀盆上去的 它中間會給它一個 樹幹 或是一個石柱 讓它有個支撐 然後爬上去 攀到整個都是胡椒 就是它原本的樣子 好不好 那 胡椒樹採摘下來 沒有成熟的果實 曬乾 或是烘乾之後 就是我們的黑胡椒 然後 成熟的果實 哦 這裡有個重點喔 要流動的水 泡水之後 去皮 曬乾 就是我們的白胡椒 那黑胡椒 普遍大家覺得 黑胡椒比較香 白胡椒比較辣 但這個其實也要看它個別的產地 而且黑白胡椒有趣的點在哪裡 正常來說 就是 我們啊 我們進口商會去買的地方就是 這邊 雖然黑白胡椒是同一棵樹 但是 這邊產的白胡椒可能質量比較好 它黑胡椒可能就沒有那麼理想 那 這邊的黑胡椒品質很佳 但是白胡椒就不一定好 所以通常都是 有一個產地會固定出黑胡椒 一個產地會固定出白胡椒 很神奇對不對 我也覺得很神奇 那 黑白胡椒我們正常都用哪些產地的呢 我們剛才前面不是有講到 胡椒是全世界用量最大的香料嗎 但是 精準的講 全世界用量最大的香料是 黑胡椒 它來自哪裡 越南 柬埔寨 海南島 中國的海南島 那印度 印尼 通通有 我剛剛少講一個馬來西亞 尤其是哪裡最好 越南 普遍的黑胡椒大概50%的出口量 都來自於越南 為什麼 之前是因為它 既辣 就是很有味道 然後又便宜 但是它之後 成立了一個 比較國際的 有在控盤的一個組織之後 它就發現 我們越南胡椒怎麼賣得比別人便宜 之後 價格就跟印尼的一樣 沒有太大的差別 所以之後 黑胡椒就會慢慢的 有其他國家了 那 白胡椒大部分都用什麼產地呢 兩個 一個馬來西亞 另外一個就是印尼 那你會說印度咧 印度太貴了 沒人便宜 印尼 馬來西亞 那一區的大部分 現在白胡椒都是用那邊的 還有 比較少部分用海南島 因為海南島的價位 它會稍高於印尼跟馬來西亞 而且它的味道 有點難以形容 我現在找不到一個好的形容詞 形容它的味道 好不好 不過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本來它們味道都不太一樣 那印尼馬來西亞 有一個很知名的產地 叫沙勞月 有聽過嗎 如果常常在買胡椒了 它們普遍就會覺得 沙勞月的胡椒就是 最道地最領級的白胡椒 但現在沒有那麼細分 其實胡椒它的規格 雖然在台灣很少人提到這個 因為你會覺得白胡椒是白胡椒 黑胡椒是黑胡椒 但是它的產地有一個 很明確的規格制定 就是它們會用一升 一公升的勺子 然後去撈胡椒 去趁這裡有多重 數字越大 價格越高 品質越好 為什麼 因為紮實 但是在台灣普遍 已經沒有人這樣做 你們只有去產地的時候 才有辦法 產地可能會當你這樣挑嗎 訪問我們去是可以 它會寫 550G斜線L G斜線L就是它的規格 它的密度 一升裡面有多少克 這樣了解嗎 就是我們胡椒的分辨方式 黑白胡椒都一樣 所以才會產生 明明都是印尼的胡椒 為什麼它的比較貴 它的比較便宜 中間可能有這樣一點點小落差 一般人是看不出來 感覺不到 但是台灣現在沒有這樣分 黑胡椒黑胡椒 白胡椒白胡椒 只分產地 不分規格 所以才會有些微的價格落差 好 那黑白胡椒的應用想必 我應該不用多說 因為在座的各位都是 高手 因為會看這種知識影片 應該黑白胡椒的應用已經 很厲害 如火存青 好不好 所以我們要講的是 胡椒白菜雞 台南的很好吃 就是用白胡椒做的啦 白胡椒大部分都是去弄湯頭啊 像肉骨茶啊 然後像剛才提到的胡椒白菜雞啊 那些東西就可以用白胡椒去做湯底 那黑胡椒應用就更廣泛了 有沒有 黑胡椒醬啊 然後直接拿來灑啊 直接拿去做 胡椒蝦啊 餅乾啊 有沒有 應該不用多說啦 好不好 菜脯片 對 菜脯片裡面也有 好吃啊 好 不多說 我們直接進入我們的綠胡椒 你如果黑白胡椒還有問題 你就下方留言 我會告訴你 好不好 那綠胡椒 就是多了一道工序 好不好 我們剛剛講到黑胡椒 就是用未成熟的果實 直接給它烘乾 那綠胡椒呢 就是用未成熟的果實 加上鹽水醋 來醃製 就會成的綠胡椒 那普遍台灣用的綠胡椒 都是來自於印度 你可能會想問 其他產地為什麼沒有 可能就是因為麻煩 好不好 綠胡椒的味道就會相對於 黑胡椒來的多了一個 比較清新的味道 帶一點微酸 一點點而已 它的用法很簡單 就跟你一般的黑白胡椒 差不多 你要直接拿來灑 像我們有做四色胡椒嘛 你就直接拿來灑 讓它味道更豐富一點 層次更多一些 或是你直接也是可以拿來煮湯 但是綠胡椒注意它會越煮越辣 好不好 那我們剛才講的 黑白綠胡椒 都是來自於同一種植物 胡椒 未成熟的果實 曬乾就是黑胡椒 醃漬就是綠胡椒 成熟之後流動的水 脫皮曬乾就是白胡椒 醃漬就是我們這個 比較不常用的紅胡椒 也是有人用 佔少數 大部分用的是我們等一下會介紹的 好不好 你說黑白綠胡椒 那我要怎麼買 怎麼挑才會買到好的呢 黑胡椒挑顆粒飽滿 顏色偏紅中 不要那種死黑帶白點的那種 就放比較久 品質味道可能就沒有那麼好 那白胡椒呢 記得不要買那種 全部都統一是 純白無瑕的 那個可能會有虛擬黃的風險 現在比較少 因為我們的邊境茶鹽越來越嚴格 應該比較少這種東西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那綠胡椒怎麼挑呢 我跟你說綠胡椒沒得挑 因為台灣用戴很少 你要在台灣買到綠胡椒 就已經夠困難了 你真的沒得挑 所以我們就對了 好不好 官網有 市面上在使用的 其實根本就不是胡椒 它同時擁有 丁香肉桂豆口三種的味道 還帶一點點胡椒的香氣 唯一的缺點 它會是 哇哦 好可愛 哈哈哈 字幕製作人文化